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能怪特区政府的 因为所谓的大国国力 我们就是做年轻的 是吧 但是有些东西真的可以逃出声音 尽量啦 是吧 好了 我昨天看新闻 这个鬼佬是鬼佬 哈佛大学的前法学教授叫李伯 将会在下个月访华六日 顺便离香港大学 可能甚至乎会讨论会不会在香港大学做事 这个李伯肯是全都够了 哈佛大学的前法学教授 他也曾经获班洛贝尔法学 这个不是洛贝尔 他也曾经获班洛贝尔法学掌 是普遍认为他有能力国族洛贝尔法学掌的那些教授 好了 你说如果来香港 真是心轻得人啦 是吧 但是 这个人原来 他曾经隐瞒参与中国的千年计划 不是千年计划 他作为一个学者 因为中国那个其实挺好的 一个月有五万美金和十五万的生活费 和一年有150万美金的共同研究经费 那么一个月都有成二十万 即一百多万 那么你知道美国的教授不赚很多钱啦 喏 他们那些人不在政治上 打算拿到经法去研究呢 那 我真的经常觉得 我真的很公道的 喂 你先不要讲人 你自己会不会先 好了 但是在美国方面呢 在美国方面呢 就是认为他有罪的 因为他没有申报啊 其实也不犯法的 他收钱去做这些事情 在美国来说 但是没有讲嘛 没有讲的 你没有申报的 你会不会犯法的 那么犯法的 好了 二零二三年呢 在哈佛大学上退休的 那我想讲 你在这些现在的时候 说你不是没有人家 你说 哎 我学术还是学术 你这样讲的 在现在的时候 你找一个被定了罪的 OK 在美国啊 美国当然他不用坐牢了 你看 美国呢 是判罚款5万块 哦 两名监管 头六个月呢 就在家里远禁 OK 跟着 真的是就是說 我想是缓形的意思啦 5万 他的代行不止了 好了 然后国税局呢 就要给336000元的款項 那其实都是不对的 但是 好了 美国 法例就是这样啦 因為他沒有申報就不能夠證明間諜 說他沒有申報 坐了稅 坐了牢 但是在美國政府裏面 在美國人心目中 這個就是間諜 是吧 證據不夠的嘛 就是間諜 然後你在這個時候就要容許 那你可不可以不做這些事呢 避一避呢 有日安排的 那怎麼辦就不用說 這些只是肯定的事 這些事最基本的 在美國那邊你不能做了 對 如果說什麼 他們來港大做一些客席教授 做一些paper 說什麼的 給你百幾十萬來 不可以走的嘛 好了 今天我看到別人有大報紙報 我講一下 那之前我們都講過 吉林呢 提款兩萬元都說要去問 就是要預約的 那今天呢 就有傳廣州和深圳多間 銀行存款提款時都受到管制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ATM一日內最多拿兩萬元以下的現金 如果兩萬至五萬呢 你要親自埋貴位處理 五萬以上呢 就是提前一日 去銀行分行到預約 以及要證明實際用途 好了 那葉內人士說呢 這個是針對洗錢行為 那我就覺得呢 除了洗錢之外呢 你譬如有時候銀行不必有這麼多cash的 你走過去說我要拿三千萬 譬如這麼說 就是 數也有時間去數啦 就是論盡 於是你要預約我明白的 但是為什麼要解釋實際用途呢 這些錢是我的嘛 那我又跟他想起來了 他可能怕你 被人騙 被人騙 就是電騙 但不是喔 你解釋實際用途 之後要讓銀行去 你證明了實際用途呢 去判斷評估用途 才決定放不放款喔 這樣便是奇了 根本銀行不夠錢 是吧 你這麼直接說出來 我又未必是的 只是去關心大家而已 喂 你說要我說我怕我電騙 喂 我四十四五十歲 你怕我被人電騙 OK 行 好了 原來去評估喔 即是說 喂沒有啊 你為什麼要拿幾十幾萬 我去讀書 為什麼去讀書要花這麼多錢 你要交學費 你要住宿 是吧 你不要讀書啊 這樣啊 你讀少些交住半期先啊 大家真的要注意 好了 根據深圳南方都市報呢 上個星期四 他多間深圳銀行分行到實地考察 發現呢 不同銀行都有不同的要求 光大銀行規定 兩萬元以上呢 預約 農商銀行呢 十萬元以上 預約 北京興業和光大銀行的深圳 分行的職員都說呢 如果提款五萬元以上 就一定要預約的了 免得你們來到 現金的時候 貴位不夠現金而已 但是 如果十萬元以上呢 銀行就會了解一下 你們是不是有大額轉賬啊 銀行要評估一下 你近期的交易 才決定放不放款的 不過通常 我們會盡量滿足你們的要求的 通常我們會盡量滿足你的要求 喂 我去給河馬 我追求你行不行 不是就是 你理會我嗎 我用來扔的 拿出去 如果是這樣 河白的女兒就拿不到錢 拿不到 所以他們都是聚目的 最好說吉林最好笑話 吉林呢 事情的觸發點 其實這件事我們聽了兩年了 的觸發點就是上個星期二 引爆的 在吉林 有個網民的媽媽 就計劃將不超過十萬元的存款 由吉林銀行轉去另一家銀行 因為為什麼呢 拿多點息 其實那些老人家就很容易是這樣 我剛剛我做過定期 他說 咦馬先生 你這一筆這樣的錢就是四里 但這個是新資金來的 即是新資金 我剛剛轉過去 他就四點九來 我說蛤 這麼過癮 然後我跟我老婆說 我老婆說 是的 所以我們以前做Bank 我們在賺錢 沒有那麼有空 他說退休 那些人就轉來轉去 譬如 這樣嗎 那我就轉走 我香港Bank 就轉去中國銀行 過兩天轉回來 就變成新資金 賺多你 可能三個月賺多你四十八元 又或者 咦 誰知道銀行職員 就要去當地派出所 審核 OK 才可以轉賬 OK 那他媽媽 問來問去 都說要這樣 去就去 派出所 好了 好了 事後 事後呢 這件事呢 吉林銀行就解釋說 沒有啊 我們根據警察派出所要求 客戶提出兩萬元以上的要求的時候 我們需要核實客戶的身份 看他會不會電騙 但是 但是 吉林 吉林 客區安排出所 警方接受當地媒體 訪問的時候就說 沒有啊 我們沒有規定啊 你正常存款 就說 你的全體 不關我們銀行的資格 你自己不是假人就可以了 就建議用會直接跟銀行核實 好了 就因為這件新聞爆出來 你去拿錢 我轉自己的錢 你突然在銀行賺到幾十元息 有阿資有阿多 有我去銀行 當然結果最後都在那裏做的 最後 這件事爆出來 記者就問喔 你說去派出所 問派出所說 沒有啊 好了 於是回 好了 因為這件事 曝光 就令到其實 都不是現在開始 在深圳啊 廣州啊 很多時候那個預約的情況 或者小額提款 要逐漸賣搬屋 又輸去賣新聞 即是說到尾 大家知道是甚麼事 其實很簡單 現在你們明白 為何這些人上去消費呢 現在不只是我所知 不只是吃飯 就是看啟雅 按摩全部一對一 港幣 嗯 就是某程度 你就很好看 所以這件事 好了 好了 李強 先說到這裏 我們回來香港 訪問澳洲 和這個澳洲總理 我常常不記得 甚麼阿爾巴尼亞 甚麼師 是 阿爾巴尼亞 就是 簽一些合作協議 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大家又不要說 始終我們自己 我們是中國人的 雖然當日你又去 人家禁人家那樣那樣 又說龍蝦又說不買 那換了政府也不買 那你不換又怎樣 換了一些左翼 就算不換又怎樣 好了 那 但是呢 有一個記者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叫成雷 其實是在大陸出去的 那都關我 做了幾年 那他採訪的時候 就被 我們中方的人員 根據報導 找一些報 其實我看照片 看照片的 接著他 左翼真的不讓他拍 不讓他拍攝 是吧 那現場是十分混亂 因為呢 亦都有呢 包括有些海外港人 我不敢喊啊 我不敢說他們啊 他們說那些 我怕可能被人抓啊 什麼 香港 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那些什麼 還有一眾的小粉紅 是互相拉扯 多人倒地 我呢 你們大家上網看可以 是吧 那你啊 李強 我覺得 我對強哥呢 我看法有點不同啊 他比較不拘小節啊 他基本上 他出入都是行後門的啊 這次 即避那些人物 嗯 他不是很介意啊 喂 老實講 大家上網看啊 你問我呢 其實我們怕什麼人 怕什麼人來喊呢 怎麼會出這些招 就是找這個 遮住人家 拉一句去後面打嘛 這樣就沒有人知道啊 是啊 你老實講 這個阿爾巴尼斯 是啊 其實是沒有用的 記者問他 喂 我們這些記者 我們的採訪人員 被人包圍 被人推啊 喂 你是不是 喂 等我了解一下 我們是 我們絕對尊重什麼 新聞採訪的 如果這樣的事情 我們去什麼調查 就是說 我不知啊 是嗎 等我了解一下 喂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立即當場抓人啊 怎麼會不知道呢 澳洲呢 真是很弱啊 喂 說真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開的 就是個勢也有些不同啊 是吧 你上個禮拜 爆出來 就是 你現在台灣怎樣呢 證明我 阿正 我和你的判斷是比較正確的 所以我明白 一些人是要小心的 有很多朋友 經常說要小心 我真的不怕啊 中國人怎麼會打中國人呢 我已經講幾十年了 我真的不用擔心了 我認為 好 休息一會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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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